前阿邦歪于祖来达背叛公正党之后 现在无处落脚的他 过去一年真的是流年不利 既被法院判定不是全民党合法主席之后 今天这宗官司也在了跟头 公正党起诉祖来达跳槽违约的诉讼 基隆坡高庭今天裁定 祖来达必须支付给公正党 1000万令吉的赔偿 也必须承担5万令吉的堂费 而这样的判决马 祖来达肯定是笑不出来的 当年意气风发的祖来达 应该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吧 那我们说回 为什么公正党可以向祖来达 索赔这1000万令吉呢 其实这是公正党吸取过去 有中选议员跳槽之后的经验 早在2013年就开始落实了 这样的防跳槽机制 只是当时只有口头上的承诺 一直到上届509大选 他们才采取白纸黑字的签署契约方式 明文规定所有在蓝眼旗帜下上证的候选人 在胜选之后都不能跳槽 不然就要罚款 一个简单粗暴的形容就是 就像是公正党他们买了一份 防跳槽的保险是一样的道理 2020年喜来登政变之后 公正党在当年的7月就向这些判将发出律师信 要求他们每个人在7天之内就必须要支付 1000万令吉的赔偿 而这些人就包括了目前已经加入国盟的阿兹敏 塞弗蒂阿都拉 莫哈莫拉西和张发胡等人 当然当然 祖莱达就是其中一个不想给钱 就被公正党告上法庭的叛将之一 他当时简称 自己当年是在蓝眼的微迫之下签署契约的 并声称这1000万令吉的赔偿金 跟蓝眼为候选提供的竞选经费是不成正比 不过法庭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首先有证据表明 祖莱达是完全了解保证书的内容之后才自愿签署的 再来就是这1000万令吉也是合理的赔偿金额 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 如果罚款金额太少的话 就无法起到阻厄胜选YB跳槽的情况发生 公正党总秘书赛福丁过去3月出庭共证的时候 还以1119全国大选祖莱达输掉安邦国会议席为例子说 明显祖莱达是靠着公正党旗帜才能胜出底 而不是靠他个人魅力 但不管怎样针对高庭的这个判决 祖莱达是非常不服气 并表明会提出上诉 而他也已经建议律师这么做了 至于其他的蓝眼跳槽判将 蓝眼的总秘书赛福丁今天也表示 蓝眼将会继续乘胜追击 要向其余的10名判将采取法律行动 那你觉得蓝眼应该继续把其他判将 告上法庭索赔1000万令吉吗 这样的判决是否也给了其他政党底气 落实这样的防跳槽保险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记得留守热点Hospot 带你关注更多政坛大小事 明镜需要更多人呢 我们下注许热点Ho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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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注讯印钮 我们下注许热点Hospot 我们下注许热点Hospot